在海南一直有无稽不成愿的说法 无论大事小事 祭祀拜祭 同年过节还是团员聚会 宴席中必有机翼的身影 这几乎是所有海南人 根深地步的情节 我叫福之旺 是海南省 省及飞物质文化一场 文章及养殖 以亨条记忆代表性出的人 我从小就跟着我的父亲 学习文章机的养殖和亨条 父亲一直教导我 做文章机和做人做事一样 要有认真的态度 和对正确道路的坚守 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用 主被研制的方法来做文章机 力求让每一位食客都吃到最正宗的文章机 感受到海南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制作正宗的文章机 从养殖道和亨条 都由我们世代相传的方法与诀窍 最初的文章机是吃孙中大荣树的树脂盒 长成的 所以到了今天 即使不能完全好荣树脂来喂养 我们养殖文章机也是非常讲究的 必须先放养一百二十天 再龙养育肥六十天 喂食地瓜 米汤 花生饼 烟肉丝等吃料 才能养殖出 真正肥美鲜香的文章机 这脖子上没有领巴结了 文章机脖子上没有领巴结 还有脖子比较短 还有脖子比较短 还有脚比较短 身子比较圆 身子比较圆 白切是文章机 最传统和经典的亨条方法 煮白切鸡 一般需要准备凉口锅 一个是整鸡下锅 先把鸡放入清水锅中 煮上两分钟 起锅后再放入旁边 放了适量精盐 味精 姜片 花生香油的锅中 这要求厨师必须拿捏 准确 吸引水的比例 还有水中调料的配比 在这口锅中再煮上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起锅了 这样煮出来的白切文章机 最能抠出文章机本身的鲜美与可口 白切文章机的做法看似简单 但要做好却是不容易 不少做文章机的大厨 都要有一二十年的经验 足够的经验才能让文章机做到皮脆肉嫩 烹热的时候如果不那么细心的话 那皮就容易做烂了 就不好吃了 我们的调料非常具有海南特色 主要由生姜泥 蒜泥 香菜 筋盐 鸡汤 以及橘子汁组成 特别强调的是 橘子汁一定要是海南本土生长的小橘子 而且是要鲜鲜的 这样调出来的料汁酸甜和口 融合了蒜头 香菜 姜泥等鲜香料的香气 最能够渗透出鸡肉肉汁中独有的鲜美 对海南人来说 其实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样菜 白切文昌鸡是内心深处不可忘却的地方美食 人们吃文昌鸡 吃的不仅是那种原汁原味的鲜美味道 也是心中的那一份情怀和记忆 对我来说 这一道白切文昌鸡 承载着我们祖辈五代人的匠心 养好每一只鸡 煮好每一份鸡 做好每一份鸡饭 是我的坚持和自豪 我会继续把文昌鸡的养殖和亨条记忆传承下去 坚守着文昌鸡带给海南人的美味与香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礼 演唱《精神》 写乐